那一個傳出中生代接班,甚至還有逼宮的傳言,你有沒有看 逼宮傳言我是沒有聽過,但是我想中生代接班的一個呼籲 這樣的一個訴求,已經在國民黨內喊了十年了 但都沒有真正發聲了,我想這可能,只能說同志還是需要努力吧 你支持全民調來產生總黨候選? 全民調或者是全民調加黨員投票,結果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所以這方面來講,其實我覺得重點是應該由候選人,有意參選的候選人 要把自己的理念跟未來政策的路線要講清楚 如果能夠說服包含國民黨員在內的社會大眾絕大多數人 我想這樣的人就可以出來代表國民黨參選,也能夠贏得勝選 會不會覺得初選越快越好? 各有利弊吧,我想各有利弊 那你覺得2020的黨內候選人有需要終身帶來代表國民黨會比較適合? 我覺得年紀並不是一個問題,而是思維的問題 有些人年紀很大,但思維很先進 有些人年輕,但思維很老舊 那我覺得其實所以我講最重點就是 要如何能夠有一套這個理念價值 還有政策路線的這樣子的一個論述 能夠說服包含國民黨黨員在內的大眾,社會大眾 我覺得這樣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做法 你覺得國民黨的主政者有沒有能夠說服這個大眾 國民黨沒有主動主政者好不好 國民黨是在野長 國民黨是在野長 我們還是期待黨裡面的有益參選的人 真的能夠提出一套價值 然後一個理念還有很多的未來的政策 特別是經濟政策兩岸政策方面的路線主張 讓大家來產生一種信任感 我覺得這樣的人比較有可能獲得社會大眾 以及國民黨員的支持 好不好,謝謝 謝謝